另外突如其来的大雷雨时的苗栗三弯乡中港溪水整个暴涨了 有五名吊客当时就受困在苗栗三弯乡大桥底下的沙洲 而消防局赶快出动救援来出动了橡皮艇救人 来看这个惊险的救援过程 溪水突然暴涨几乎淹没沙洲 就让队员搭乘橡皮艇拼命划着讲穿越湍急的溪流 在危急中把两名受困的吊客给救上船 总共有五名吊客受困沙洲 消防队员成功救出四个人 还一名吊客落单了 消防队员射出了抛神枪 用绳索牢牢绑住受困的民众 接着穿越急流把吊客拉上岸 过程中两人几乎快被吸水给灭柄 天黑之后救援更加危急 消防队员利用救援的车辆长行掉壁 抛下了钢索 再用吊挂的方式把最后受困的吊客给拉上岸 第二趟救援的时候 因为天色已经非常晚 那我们用泡神枪 就是搭载我们的浮水绳过去之后 把船顶百度拉回来 然后顺利把其中两名人员顺利救上岸 五名吊客受困苗栗三万箱水头屋大桥底下的沙洲 突然间一场大雷雨使得吸水暴涨 救援队员紧急出动救援 在千军依法之际把五人全都救上岸 还好无人伤亡 终于新闻彭志明苗栗报导